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思想 基督徒要过哪些节日呢 立位集23章提到了 夜华的节期 透过首阶节期来 纪念上帝的拯救恩典 首先提到安息日 6日做宫 第7日要安息 什么宫都不可以做 接下来提到逾越节 每年的1月14 以色列立法的1月14号要守 逾越节 吃无效饼 纪念神拯救 以色列出埃及的神迹 而到今天 我们可以说 耶稣基督就是 除罪的羔羊 逾越节的羊羔 为我们受死保血 使神的审判 逾越 跳过了属生的子民 而神的子民 吃无效饼 提醒我们要除掉笑 涂掉一切 跟世界效法的黑暗的实力 接下来是出手节 出手的庄稼 要献给祭司 来献祭 耶稣复活 也成为出手的果子 我们有复活的盼望 五旬节 是在献合捆之后的五十天 要献上祭物 圣会 强调的是 纪念上帝 使我们丰收的恩典 而圣灵在五旬节降临 生命的更新 教会被建立 吹角节 是每年七月一号 是圣安息日 这个日子 要纪念 以色列人 重归故土 恶熟罪日 是七月十号 刻苦己心 守圣会 不可做功 强调我们 赎罪 真实的悔改 把自己生命献给主 最后一个是祝鹏节 七月十五号 守节七日 要住在帐篷中 七天 好教师 来知道 神领以色列人 出埃及纪念 在旷野 住在帐篷当中的日子 让我们也想到 神为我们预备 未来永恒的福分 这是旧约当中的律法 到了新约 律法改变 节旗改变 而今天我们守主日 有一点像 以色列人的安息日 让我们每个礼拜 来纪念 最值得庆祝的 就是耶稣的复活 透过 今天我们透过复活节 来纪念耶稣 透过圣诞节 来宣扬福音 这是我们已当过的节起 更重要的是背后 我们要记得 耶稣为我们做的奇妙恩典 我们来祷告 主耶稣 我们谢谢您 主啊 你为我们受死 为我们复活 你建立教会 你给我们永恒的盼望 呼救主 让我们记得 上帝的恩惠 你在我们的生活中 每周的敬拜 复活节 圣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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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当中 我们来庆祝 祭念 耶稣的恩惠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